全能神话语朗诵 皆是狄基督 第九条 尽本分只为出人头地 满足自己的利益与野心 从不考虑神家利益 甚至出卖神家利益 以神家利益为代价 换取个人的荣誉 三 二 狄基督如何对待 比自己强的人 狄基督要维护 他自身的名誉地位 不仅仅是在对付修理 这一方面表现流露出 他的本性实质 他所面临的环境与事件 还有很多 所以第二条 咱们要交通的就是 狄基督在一个人群当中 是怎样维护 他的地位与名誉的 狄基督在人群当中 有怎样的表现 能说明他处处在维护 自身的名誉与地位 这个话题 明不明确 这个范围 大不大 具不具有代表性 咱们要交通的话题 跟狄基督的本性实质 是有直接关系的 狄基督生活在一个人群里 他是怎么表现的 他是以怎样的态度 做哪些事 来维护他的名誉与地位 首先 狄基督要是没有地位的话 他是不是狄基督 是 这个概念得清楚 别以为 凡是有地位的人 才有可能有狄基督实质 才是狄基督 没地位的普通人 不是狄基督 这个范围其实挺大 凡是有狄基督实质的 这类人 他无论有没有地位 无论是带领也好 还是普通信徒也好 他都是狄基督 这是根据实质决定的 那有狄基督实质的人 他作为一个普通的跟随者 有哪些表现呢 他流露哪些本性实质 能够足以证明 这样的人就是狄基督 首先 他在一个人群当中 是怎么生活的 他待人接物的态度 是怎样的 他对待真理的态度 是怎样的 咱们最应该交通的 不是他如何吃穿住行 而是交通 他在人群当中 是怎样维护自己的名誉与地位的 即便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 他也在处处维护着 他的名誉与地位 处处流露着这样的性情 这样的实质 也在做着这样的事 所以 这就更进一步地让人了解了 狄基督的性情与实质 不管有没有地位 不论何时何地 他的性情 实质 都在流露着 表现着 不受任何空间 地理 人事物的限制 狄基督这类人 无论尽什么本分 无论在哪个人群中 都有一种明显的表现 就是不管做什么事 他总想出头露面 表现自己 总有挟制人 控制人的倾向 总想领导别人 自己说了算 总想出风头 总想吸引更多人的目光和注意力 博得人的赞赏 每到一个人群中 无论人多人少 无论这些人是什么人 是什么职业 什么身份 他都先用眼睛扫视一遍 看谁有气质 不是凡人 看谁能说会道 谁厉害 谁有资格 有威望 他能斗得过谁 斗不过谁 谁比自己强 谁不如自己 他先评估这些 快速地评估完之后 他就开始做事了 把那些不如自己的人 放在一边 先不搭理 首先选择自己认为高的 有点名望地位 有点恩赐才干的人 他先跟这些人较量 如果这些人中间 有弟兄姊妹高看的 有信神时间长 威望高的 那就是他嫉妒的对象 当然也是他竞争的对象 然后狄基督就在心里 暗暗攀比 与这个有威望 有地位 弟兄姊妹都高看的人较量 心里就开始琢磨 这个人到底能做什么 掌握什么 有些人因为什么高看他 观察来观察去 狄基督发现 这个人精通某项业务 另外大家比较高看这个人 是因为他信神时间长 能谈点经历见证 狄基督把这样的人 当作猎物 当作竞争对手 然后就开始做事了 做什么事呢 看自己比对方差在哪儿 就在哪方面下功夫 比如他的业务不如对方 那他就学习业务 多读书 多查询各种资料 多请教别人 参与跟这项业务有关的各项工作 逐渐地积累经验 也培植自己的势力 等到他认为自己有了能与对手较量的资本时 就常常站出来发表高论 常常故意否认贬低对手 让他的对手出丑 名声扫地 以此凸显他的高明之处 与众不同 把竞争对手压下去 这些事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只有愚昧无知 没有分辨的人才看不出来 多数人看到的 只是他的热心 他的追求 他的受苦付代价 他外表的好行为 但事实真相隐藏在他内心深处 他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就是夺取地位 他所做的这一切 他下的这一切苦功 所付的这一切代价 围绕的中心 就是他心中最崇尚的地位与权利 狄基督这类人 在教会中为了得到权利地位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赢得人的信任 赢得人的高看 能够让更多的人 信服 仰望 崇拜 从而达到 在教会中得到话语权 达到掌权的目的 他们为了得到权利 最擅长做的一件事 就是与人争 与人斗 他们的争斗对象 主要是针对追求真理的人 在教会中有威望的人 与弟兄姊妹喜爱的人 任何一个对他的地位 能构成威胁的人 都是他争斗的对象 比他强的人 他毫不示弱地要争 比他弱的人 他也要毫无怜惜地争 他心里充满了斗争哲学 他认为人没有争 没有斗 什么好处都得不到 只有争 只有斗 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为了获得地位 为了在人群中能够居首位 他不惜一切代价 去跟任何人争 不放过任何一个 对他的地位有威胁的人 他们跟任何人相处 都是充满了斗争 他们是活到老 争斗到老 他们常说的话就是 我能不能斗过他 谁的口才好 谁说话有逻辑性 有层次 有条理 在他心里就成为 他嫉妒的对象 也成为他模仿的对象 更成为他争斗的对象 谁追求真理有信心 能常常帮助扶持弟兄姊妹 使弟兄姊妹从消极软弱中走出来 也成为他争斗的对象 谁在业务上精通 弟兄姊妹对齐有点高看 也成为他争斗的对象 谁做工作有果效 得到了上面的赏识 当然更是他争斗的对象 在任何一个人群中 敌基督的治理名言是什么 你们说说 与人斗其乐无穷 与天斗其乐无穷 这不是疯了吗 这已经疯了 还有吗 神 他是不是想天上地下为我独尊 就是他要做最高的那个 不管他跟谁在一起 都想把别人比下去 这是他的理念 还有吗 神 我想到了四个字 就是圣者为王 我觉得他到哪都想 和利基群独树一帜 就追求做那个最高的 你们说的多数 都是一种理念 你们用一种行为 形容形容他 狄基督这一类人 到哪儿 他不见得是非要最高地位 他每到一个地方 就有一种性情 指使他做事 有一种心态 在指使他做事 这个心态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 争争争 这里用了三个争 为什么不用一个争呢 争成为他的生命了 他就凭这个活着 这就是他的性情 他天生就有一种 狂妄的无法无天 任何人都难以遏制的性情 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唯我独尊 他这种狂妄至极的性情 谁也遏制不住 他自己也控制不了 所以他活着就是一直斗 一直争 斗什么 争什么 当然是争名利 争地位 争脸面 争利益 反正不管用什么手段 只要争的大家都服他了 他得到好处了 得到地位了 他就达到目的了 他这种争不是一时的乐趣 而是来源于撒旦本性的一种性情 就跟大红龙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那种性情一样 那狄基督在教会里 与人斗与人争 他要得什么东西 毫无疑问的 就是为了争名誉争地位 但是争来地位又能怎么样呢 别人都听你的 都高看你 崇拜你 又能怎么样呢 这事狄基督自己也说不清楚 实际上 他就喜欢享受这个名誉地位 享受人都对他笑脸相待 见到他都是阿谀奉承 所以 狄基督每到一处教会里 就做这一件事 与人斗与人争 即使争到权力地位也不算完 为了保护地位 稳固自己的势力 还要继续与人斗与人争 一直争斗到死才结束 所以 狄基督的哲学就是 生命不息 争斗不止 教会里有这样一个恶人存在 弟兄姊妹 受不受搅扰 比如 大家都在安静地吃喝神话 交通真理 气氛祥和 心情舒畅 这时 狄基督心里赌气 对交通真理的人 产生了嫉妒恨 就开始发起攻击 论断 这祥和的气氛 是不是被搅扰了 那这个恶人 就是来搅扰人 恶心人的 狄基督就是这类东西 有时候 狄基督要跟谁争 要打压谁 也并不是非要打垮谁 打败谁 只要把名誉地位 虚荣脸面 争到手了 让人佩服他了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他在争的过程中 流露了一种明显的 撒旦心情 这个性情是什么呢 就是他无论 在哪个教会里出现 他都要与人争 与人斗 都要争得名利地位 直到把教会 搞得乱七八糟 无烟瘴气 他得到地位了 大家对他也服气了 他才算达到目的了 狄基督就是这个本性 就是借着争 借着斗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狄基督无论到哪个人群里 他的治理名言是什么 我要征 征 征作最高的 征作最大的 这就是狄基督的性情 到哪里都征 都要达到他的目的 这正是撒旦的差异 是搅扰教会工作的 底基督的性情就是这样 他在教会中 首先要观察 看谁信神的年头多 有资本 谁有点恩赐特长 谁在生命进入方面 能让弟兄姊妹得着益处 谁的名望高一些 谁的资格老一些 谁在弟兄姊妹中间的 评价好一些 谁正面的东西多一些 谁就是他要争斗的对象 总之 狄基督每到一个人群中 他要做的事 无非就是这些 把地位争到手 把好的名声争到手 把在人群中的话语权 决定权争到手 这样他就高兴了 他把这些争到手之后 能不能做实际工作 肯定不能 他不是为了做实际工作 而争而斗的 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压倒所有的人 我不管你服不服气 论资本我最高 论能言善辩我最强 论恩赐特长我最多 无论哪方面 他都要争第一 弟兄姊妹选他做负责人 他要与他的配搭 争话语权决策权 教会如果让他负责一项工作 这项工作怎么做 他要一个人说了算 他要争取他所说的话 所决定的事都能成功 都能变成现实 如果弟兄姊妹采纳了 其他人的意见 在他那儿能不能通过 不能 这就麻烦了 你如果不听他的 他就会给你点颜色瞧瞧 让你感觉没有他不行 让你知道 不听他的后果会怎样 狄基督这类人的性情 就是这样的嚣张 令人厌恶 也是这样的不可理喻 他们既没有良心理智 又丝毫没有真理 通过狄基督的所作所行 看到他做那些事 都没有正常人的理智 即使跟他交通真理 他也不会接受 你说得再对 在他那儿也行不通 他唯一喜欢追求的 就是自己所崇尚的名誉地位 只要能享受到地位之福 他心里就满足了 他觉得自己活着的价值 就是如此 不管在哪个人群中 都要让人发现他的光和热 发现他的特长 发现他与众不同 正因为他认为自己与众不同 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认为 自己该得着高于一般人的待遇 该得着人的拥戴赞赏 该得着人的仰望崇拜 他认为这些都是他该得的 这样的人是不是厚颜无耻 在教会里存在这样的人 是不是很麻烦 临到一件事 按照常理 谁说的对就应该听谁的 谁说的对神家工作有利 就应该顺服谁的 谁说的合乎真理原则 就应该采纳谁的 如果他说的不符合原则 大家就有可能不听他的 不采纳他的建议 那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一个劲地为自己辩解表白 想方设法地说服他人 让弟兄姊妹都听他的 采纳他的建议 他不考虑 如果采纳了他的建议 教会的工作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这不是他考虑的范围 他只考虑什么 如果我的建议没被采纳 那我的脸往哪儿放 所以我要争 争取我提的建议能被采纳 每次临到事 他都是这么想这么做 从来不反省自己这么做 是否符合原则 从来都不接受真理 这就是狄基督的性情 狄基督这类人 没有丝毫理智 主要表现在哪儿 他就认为自己有恩赐 有本事素质好 应该得到人的崇拜拥护 神家应该重用他 另外 他认为他所提的建议与构想 神家应该采纳 应该推广 如果神家没有采纳 他就恼羞成怒 就与神家为敌 搞独立王国 狄基督的这一性情 这一实质的流露 在教会中 是不是构成了打岔搅扰 可以说 狄基督所做的一切 给教会工作 与神选民的生命进入 都造成了极大的打岔搅扰 狄基督为了争夺教会带领的地位 与在神选民中的名望 采取了各种手段 打击别人 抬高自己 他不考虑神家工作 与神选民的生命进入 受多大亏损 他只考虑自己的野心欲望 能不能得到满足 自己的地位与名誉 能不能得到保障 他们在教会与神选民中间 所扮演的角色 是母鬼 是恶人 就是撒旦的差异 绝不是真心信神的人 也不是神的跟随者 更不是喜爱真理 接受真理的人 在他的存心目的 还没有达到的时候 他从来不反省认识自己 不反省他的存心目的 是否合乎真理 从来不寻求 如何走追求真理的路 达到蒙神拯救 他不是存着顺服的心态 来信神 来选择自己该走的路 而是绞尽脑汁地琢磨 怎样坐上带领工人的位置 怎样与教会带领工人争斗 怎样迷惑控制神选民 把基督架空 怎样争夺教会中的地位 如何保证在教会中 站住脚跟 夺取地位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最后达到控制神选民 搞独立王国的目的 底基督心里 朝思暮想的 就是这些东西 这是什么性情 什么本性啊 比如 普通弟兄姊妹写见证文章 心里想的是 怎么把自己的经历 认识 如实地写出来 他就在神面前祷告 希望神能在真理上 对他有更多的开启 让他在真理上 有更多更深的认识 而底基督写文章 是绞尽脑汁的琢磨 如何写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他 知道他 能够让更多的人赞赏他 从而在更多的人心中 得着地位 他想通过做这样一件 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来提高他的知名度 他连这样的机会 都不放过 这是什么人呢 甚至有些敌基督 看别人能写经历见证文章 他为了与人争地位 争名望 就想写出比别人更精彩的经历见证 他就造假 瞎编 抄袭 连做假见证 这样的事 他都敢做 他为了出名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 为了他的名声在外 不惜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 甚至不放过任何一个小小的机会 来出大名 获得地位 在一个人群当中被高看 被另眼看待 被人另眼看待的目的是什么 他想要达到的后果 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人看到 他这个人不一般 他比别人高贵 有过人之处 在人心中 能够留有好的印象 留有深刻的印象 甚至能逐渐对他 产生羡慕 敬佩 仰望 他在极力争取 达到这个目的的同时 也在坚持依旧走以前的道路 狄基督无论在哪个人群中 他无论是伪装也好 劳苦也好 其实他内心深处所隐藏的东西 无非就是为了地位 他所流露的 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实质 无非就是斗 就是争 他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在与人争地位 争脸面 争利益 最常见的表现就是 争好的名声 争好的评价 争在人心里的地位 让人高看 让人崇拜 让人围着他转 以他为中心 这就是狄基督所走的道路 狄基督要争的 无非就是这些东西 无论神的话 对这些东西怎么定罪 怎么解剖 他们都不会接受真理 接受神话的审判刑罚 放弃神所审判定罪的这些东西 相反 神越揭露这些东西 他们变得越狡猾了 采用更隐秘 更圆滑的方式 来追求这些东西 让人看不出来 还误以为 他们放弃了这些东西 神越揭露这些东西 他们越想方设法地 用更诡异 更巧妙的办法 来追求得道 并且用好听的话 来掩盖他们的存心目的 总之 狄基督绝对不会接受真理 绝对不会反省 自己的所作所为 绝对不会到神面前 祷告寻求真理 相反 他们心里 对神的揭露审判 更加不满 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 心里不仅不会放弃 对名誉地位的追求 反而会越发宝爱 越想方设法地 去隐藏掩盖 想方设法地 不让人看透 不让人识破 不管在什么场合 狄基督不但不实行真理 而且当他们的本相暴露的时候 也就是他们无意中流露出 这些野心欲望的时候 他们更担心 人能根据神的话 根据真理 看透他们的实质真相 所以他们就采取掩盖 极力地为自己诡辩 掩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与名誉 不受损失 还要保存实力 准备好下一场争斗 这就是狄基督的实质 无论什么时候 在什么场合 他们做人的目标方向不会变 人生目标不会变 他们行事的原则不会变 还有他们内心深处 追求地位的欲望 野心目标也不会变 不但极力地争取达到 甚至变本加厉 神家越是交通真理 他们越会巧妙地回避掉 人能看得透的 能分辨的一些明显的行为表现 他们还会换成另外一种方式 痛哭流泪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定自己的罪 博得人的同情 让人误以为他悔改了 有变化了 让人更难以分辨他 狄基督的这个实质 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有点诡异呀 这么诡异就是魔鬼了 对于魔鬼来说 他能有真实悔改吗 他真能放下追求地位的 野心欲望吗 对于魔鬼来说 他宁死都不会放下 这样的欲望 你怎么交通真理都没用 他也不会放下 在这个场合中 争斗失败了 被弟兄姊妹揭露了 到下一个人群中 他还要继续争斗 继续争地位 争面子 争话语权 争决策权 就争这些 无论在哪个场合 哪个人群中 他们一贯奉行的原则 就是争 只能我领导别人 没有别人领导我的份 他们都绝对不甘心 做一个普通的跟随者 接受别人的带领 接受别人的帮助 这就是狄基督的实质 这就是狄基督的实质 这就是狄基督的实质